明哥聊太集 感谢各位点赞的朋友 感谢各位转发的朋友 那么今天呢 我们接着昨天的视频 昨天的视频呢 聊关于太极拳的练法 昨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类似 就是我们在打拳的时候 眼睛看着我们的内部的运动 看着我们内部的骨骼呀 我们的气机的运行 我们看着内部的变化去练圈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聊这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内部的时候呢 我们今天聊一个 类似的一个小的方法 就是十字对拉法 十字对拉的办法 十就是一横一竖 是汉字的一个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 十字对拉的练法 那么十字对拉的练法呢 它的顾名示意 它的意思就是 人在打拳的时候 左右拉 上下拉 把我们的身体拉成一个十字 这是它的字面的意思 那么具体的练习的方法 第一层 先练十字的这一竖 为什么要先练这一竖呢 因为我们平时练太拳就是向下松成的 它这一竖呢 比较容易 我们虚拎顶静是向上的 对不对 向上的 我们这个松成是向下的 它这一竖本来就是向上 我们现在呢 眼睛内似 内似我们这中间有一个 十字的这一竖 非常长 也就是下面在地的下面 上面在天上 我们打这个拳 练几天 这个树的这一树练得很长了 那么练几天以后 我们就可以练第二步 练这个横 也就是我们的横向得拉 拉到哪里呢 我们的横向这一横 这一横到两边左右的天边 当然不能到天边 这是一种假象 想象 我们的内似 眼睛看着我们身体的内部 这一横到天边 那么你练横 我们这一边 打这一边太极拳 主要就想着这一横是到天边的 两边都到天边的 那么这样去想 那么练一段时间 把横竖放在一套拳里 我自己打这套拳 既想着竖 我也想着横 也就是我既要上下对拉 我也要左右对拉 那么在这一路拳里边 我就练上下左右对拉 这个东西 类似自己心中的这个十字 无限的大 无限的大 那么它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身体真正松开 那么我们说太极拳 离了一个松子就没有太极拳了 那么它的目的 还是使你的身体松开 它的目的 所以呢 我们在练这个十字对拉的练法里面 首先还是要放松 不是你硬拉 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向下向上用力气去拉 如果你有一丝力气再去拉的话 它就不是达不到松开的目的了 我们的目的是松得越远 上下松得远 左右松得远 使身体真正松开的 你要用静向外撑的话 它就不是松开了 它的某些地方 它就不松 它就开不了 它就到不了天边 上下上面就到不了天 下面就到不了地下 所以它的前提 还是一个松字 说杨琛璞 说这个 娇权 不是说 每天他不说话 对不对 一天 但是这个松字 要说几十遍 民歌聊天集 每天的视频 都提到要松 我们每一个练法 不管我们是内饰也好 内动也好 什么气力意 什么神意气 你都是在松的前提下 才能成立 所以你是向左右松 向上下松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十字对拉 这个拉这个字 非常不恰当 不恰当什么 很多教太极弦的老师 说十字对拉 学的太极弦的爱好 学的人就认为 你左右用进去拉 这就误导了这个 学的太极弦的人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用进拉 我想把它改一个字 叫十字松法 十字放松法 这样从字面上看呢 你民歌聊天集 不是谈理论 我说的是为了避免用进 要十字放松 左右放松和上下放松 内视 眼睛内视的里边的 这个十字无限大 为了避免用进对拉 我把它叫十字放松法 很多老师和书籍上 写了一个十字对拉 很多学的人就用进对拉 虽然他身体感觉是已经拉开了 实际上他其他的地方 有紧的地方 这些紧的地方 就使他的气肌停滞 不流动 这就不是太极弦了 所以要十字放松 要十字放松 左右放松 上下放松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今天关于这个十字对拉的练法 希望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有所帮助 这个 收看的朋友呢 请大家呢 这个 点赞 转发 这个 评论 民歌 都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这个 有一位朋友 什么 这个名字我记不住了 我每天的视频 他的转发 每天的视频 他的转发 非常非常感谢 这位朋友 不好意思 我这一会儿 想不起来 他的名字叫什么 就是那个 网上的名字 不是真名字 就是网名是什么 我自己想不起来了 每天才都转发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好 又到了 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们明天再会 谢谢大家